运游20投入练兵备战 将使人民空军的作战能力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方老师 大家知道 之前人民空军主要是两种型号的加油机 一个是从河罗斯引进的YR-78 这个加油机应该说性能还是不错的 但毕竟受制于人 无论装备数量还是性能都是受制于人的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在轰6中型轰炸机的基础上 改出的我们的轰油6 你的最大起飞重量再怎么改 不会超过100吨吗 你的运游量载油量上线天花板就在这放着 与之相比我们的运游20的底子是什么 是运游20 运游20的最大起飞重量是220多吨 它不论是载油的数量还是可加油的能力 那肯定也是翻着背的往上涨 而且你别忘了 运游20包括运游20 那是完全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军用大型战略运输机和加油机 那么它未来的装备数量 完全可以根据我们人民空军的战略需求 我们说你不带科技的话 需要多少架 我们就装备多少架 我们完全有这个能力 前面我们讲吧 攻防兼备型的战略空军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空中进攻的能力 大家知道我们轰流K最新的机型 在这几年的阅兵大家已经看到了 轰流N它前面是有受油管的 它已经可以进行空中加油了 那么这样一种本来只具备中程战略打击能力的 轰流K的改进型 如果再加上我们足够数量的运游20加油机的 这样一个空中加油的有效的支撑 那它可以飞得更远呢 飞得更远就意味着可以打得更远呢 打得更远就意味着我们的对手 未来要对我们进行打击和威慑的时候 它要考虑考虑在什么范围内就会受到 我们人民空军战略打击力量的空中反击 不仅仅是轰流K这样的战略性的轰炸机 我们的个型战术飞机 包括歼20包括歼16包括歼10C 它的作战半径在运用20的这样一个有效的支撑下 也可以得到大幅度提升 这就意味着过去我们只能在战术范围内 执行空中反击任务的三代机以上的型号 有可能去执行一些带有战役战略性的反击任务 我们下期再见